这些年来 随着视频软件的兴起 大家的电子榨菜也在逐渐变化 从前一部级十集的电视剧 够观众看足足一个月的时间 但每次都在关键点上戛然而止 把观众折磨得抓耳挠塞 第二天又乖乖等着剧集更新 再到后来两个小时就能看完的电影 观众也逐渐厌倦了 这种需要长时间专注的娱乐方式 转而将目标投向了两三分钟一集的短剧 相比冗长复杂的电视剧 这些短小惊悍的视频显然更合他们的胃口 同时这些短剧 也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优秀的美女演员 要说如今最受观众欢迎的女演员 下面几位应该拥有姓名 一 赵希希 这位算得上是短剧赛道一军突起的一位了 虽然她的作品算不上多 但质量却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她的角色设定丰富 无论是走投无路的律师 还是温柔克制的医生 她都能完美驾驭 贴合角色 北京舞蹈学员毕业的她 不光颜值高 170的身高更是她的加分项 她饰演的女主角中 没有玛丽苏的降至笨蛋美人 全都双伤在线 让观众看得过瘾 并且在形象上 与很多大牌明星极为相似 她饰演的角色不仅积极向上 就连本人都是如此优秀 在拍摄短剧出名后 她也不再局限于短剧 转而和鲍贝尔合作起了电影 由此可见 美人未来的可塑性还是很强的 代表作 声色全马爱在黎明前 降落步步深陷和此刻无声 2.马丘元 相比还算专业对口的赵希希 马丘元的转行可以说是非常成功 在西安工业大学 攻读经济学的时候 她的人生轨迹似乎与演艺圈毫不相干 然而 命运的转折总是出人意料 马丘元不仅跨入了演艺界 还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才华 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马丘元的颜值和气质 在演艺圈中颇为突出 她的灵动可爱和超高颜值 让她在镜头前格外抢眼 尽管她并非科班出身 但她的演技却让人无法忽视 她能够自然地融入到各种角色之中 无论是青春洋溢的校园剧 还是底蕴深厚的古装剧 她都能轻松驾驭 将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 自2022年入驻抖音以来 马丘元的第一部短剧《小魔女丘元》 就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 这部作品不仅为她打开了 短剧领域的大门 也为她积累了宝贵的表演经验 此后 她便开始在短剧领域不断探索和尝试 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包括预盖弥彰 拨开云物件 晴天 白月光修炼手册 不死少女等 每一部作品都在网络上 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和好评 她的作品不仅剧情丰富 而且在服装 道具 场景等方面都力求精致 展现了她对作品质量的严格把控 在预盖弥彰中 马丘元饰演了一个聪明机智的女侦探 她凭借出色的演技 将角色的智慧与勇敢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在拨开云物件晴天中 她则化身为一个励志的现代女性 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 她坚韧不拔 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白月光修炼手册和不死少女 则是她尝试的奇幻题材 在这些作品中 马丘元展现了她对角色深刻的理解和创新能力 她不仅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心理变化 还能够通过细节的刻画 让角色的个性更加鲜明 三 王格格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 也属于是转行成功的典范 王格格 生于1997年 是弟弟道道的西安人 大学是西安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这位虽然也是非科班演员 但演技可是非常不错的 并且从作演员开始已经拍摄了将近50多部作品 可谓饰演艺界的劳模了 她对待工作也十分认真 漂亮的长相加上优越的演技 是素人演员的标杆 而她出演的剧集有 《回到古代当》是为离婚后 她光芒万丈我的媳妇是总裁北王刀的 四 许孟源 说到这位 也可以说是短剧界的重量级人物 因为在出演短剧之前 她可曾经是一名拍电视剧的正经演员 而她主演的裴总每天都想赴瓶子贵 在开播第一天就创下了三千万的热力值 充值量更是直接超过了我在八零年代当后吗 她本人也表示 没想到大家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毕竟已经在演艺圈浮沉17年的她 每次接到的角色都不是很出彩 而最让观众印象深刻的 还是你好 就时光中的新锐 她也向媒体表示 自己当初之所以报考表演专业 就是要活到老眼到老 从演女儿再到当人家的阿姨 最后做别人的奶奶 这一定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许梦源许梦源 她现在也终于圆了自己的梦 从一个极极无名的小演员 到如今一周能接几十个本子的小明星 中间隔了17年的奋斗 最近 她经常需要在各地往返拍摄 平常只能休息两三天就得进入下一部戏的拍摄 然而她却根本不觉得累 因为她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她也喜欢盲目的感觉 祝她在今后的演艺生涯中一帆风顺 她的作品有 陪总每天都想赴平子贵我的衣飞不好惹等 五 徐一珍 你干嘛 呃 锻炼身体啊 徐一珍 短剧一剪 1998年的小老虎一美 也是一个脾气火爆的重庆妹子 大学在浙江传媒学院就读 她接触短剧也是一个意外 在23年 她接到一位学长的电话 说他们那边有一部短剧要拍摄 但是还缺女主演 询问她愿不愿意来试试 她也很快抓住了机会 本着对诗歌的新任就前去试镜 试镜过后双方对彼此都非常满意 于是她便出演了该短剧的女主角 而她独特的外貌和放荡不羁的演技 让观众对她印象深刻 从23年3月到如今一年多的时间 她已经拍了20多部剧 平均一部剧八九天就需要拍摄完毕 这样的工作强度不可谓不大 身为科班出身的她 选剧本也是一角 配合着她的相貌 她所饰演的角色大多都是节奏快 无槽点的爽剧 她的选剧也完美符合了当今大众的双眼 对比那些哭哭啼啼 每天解释自己的小白花女主 这样能够轻松拿捏所有人的角色 才是大多数女性所喜欢的 但是这样选择唯一的弊端就是 网友会觉得太过千篇一律 失去新鲜感 希望她在今后的演艺中 可以再多变一些 到这里不得不提一嘴 她和孙岳的CP感真的强到爆棚 无奈不知何原因两人在没有合作的作品 她的代表作 哎呀皇后娘娘来打工闪婚后 傅先生马甲藏不住了重生后 被渣男死对头宠上天 恰似寒冰玉娇羊等 6.江石七 你爸眼里从来都是工作第一 什么时候把我们两个放在前面 江石七这个名字只是她的一名 而她的本名则叫江旭 在小编介绍的这些人物中 她的粉丝数量与上面那些演员 相比可以算得上是魁首了 从短剧以成长来约束到爱的年龄差 她的演技一直在线 然而更让人津津乐道的 还是最近江石七与王道铁出演的夜色江明 作为一部悬一题材短剧 她紧凑了节奏 直接吸引住了观众的目光 而剧中最出彩的 还是演员们的演技 毕竟没有她们身临其境的表演 哪里有观众跌宕起伏的观影体验呢 身为00后的她也一度碾压 诸位短剧女演员成为老大 拥有着短剧界无可撼动的地位 有言有演技的她 何愁将来不会更上一层楼呢 代表作夜色江明夜班日记 恶女的告白以成长来装束的 结语不得不说 新媒体时代还是给了很多人实现梦想的机会 然而他们想要成为被人称道的演员 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 尽管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上发光 但想要见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舒适圈 还是需要很大的努力啊 不得不说的是 虽然短剧势头正猛 但长篇电视剧仍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希望那些导演们 或许可以看见这些小花们的努力 让他们真正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不知道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你